各位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繼美方對中港的11名官員進行制裁之後 美中港三地之間的關係繼續升溫 中國對美國實施反制裁 而黎智英和周庭相繼被捕 香港製造將會可能變為中國製造 一個星期內發生的中中大事 今晚會和大家一起聊 但討論之前先介紹今晚兩位上來平台的嘉賓 兩位都是以視像形式今晚上來平台 分別有馬思爾先生和關梁周先生 多謝兩位抽空上來平台 而觀眾如果想參與我們每個星期的時事熱話 不妨可以去到我們本台的網站 ww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話額 就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者直接去到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搜尋Challenge Plattform 也可以 不如直入今日的主題 我們先問問關梁周 暫時美國對於11名中港官員的制裁 你覺得制裁本身有沒有達到所謂預期的阻嚇作用 我想對中港官員來說 那個阻嚇作用就不是很大 其實為官者有時人在江湖 他們做的決策、決定等 都不是他們自己可以隨意去做的 所以你說你吃得鹹魚抵得渴 現在美國說制裁你 對你來說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才對的 但是這個阻嚇作用去了哪裡呢 我覺得這個阻嚇作用是去了那些 在跟美國市場做生意的人 就是靠美國市場的機構 或者是用美元來做商業結算的那些機構 他們就會受到影響 影響是美國可以懲罰他們 如果他們不跟他們發出的制裁令 這一點反而是有作用的 這個作用就是這些機構 就不敢再跟這十一個中港官員 來有任何的來往 美國說不准來往那些 他們就不可以來往 來往就要沒有風險 就給美國這個懲罰了 我就是這樣看法 所以對中港官員沒什麼用的 馬思兒你又怎麼看呢 你覺得制裁的那個力度 以及其實最重要的是 收不收到那個所謂的阻嚇性的效果呢 我想大體上 我都跟Joseph的看法是很接近的 其實因為制裁這十一名官員來說 其實他們本身都說有心理準備 為什麼說有心理準備呢 因為其實早幾個星期 美國政府都已經說放了後空 就是說我不排著要制裁你香港 或者一些有牽涉到香港國安法的官員 基本上中國政府自己也都當然有沙盆推現 因為現在這個香港國安法不單止是 當然是說香港自己和中國大陸的內部事務 但是其實某程度是中美兩個 在打外交大戰的其中一個戰場來的 自然中國背後也有做一個沙盆推演 也都會看見美國有什麼反應 或者自己的評估會做什麼措施 也都做了相應的準備 我相信也都對這十一名官員 我相信中方也都可能對他們 已經有了一些補底 或者是一些補償 或者一些不同的措施來協助他們 就算受影響也好 再加上香港當然是 他們在說這十一個官員 跟美國有多少的貿易 其實表面上應該是不太多的 所以中方可以保護這十一個人 就不是那麼難 反而可能會變成 就正如詳士說 美國這個做法 可能會變成警告一些公司 或者警告一些美資公司 或者跟美國有很多關係的公司 就是說我隨時跟中國會打這個外交戰的時候 如果你們可能會不幫美國針對哪些人 可能美國也會對這些公司 或者團體進行一個制裁 說到制裁本身的一些條款裡面 當中裡面有一項叫做最加辣的 就是說受制裁的人 是不能夠跟任何美國背景的商人 進行任何買賣服務等的條款 但是條款就這樣寫 但實際執行之上 會不會還有一些所謂疑中流程的空間 還是如果真的拿正來做的話 會不會說林鄭月娥從此 連去麥當勞買個包都可能不受服務 甚至是不可以用iPhone 不可以用Android手機 亦都不可以用信用卡 Visa、MasterCard等的服務 關林鄭月娥你怎樣看 現在這個制裁令 其實主要是讓人不要向11個人 提供任何的服務 或者有什麼商業的往來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這樣 所以美國的公司 就算說麥當勞 如果他招呼香港的特首 進去吃個包的話 可能根據他這個制裁令 他就會受到處分 處分是怎樣呢 處分他可以隨時叫你 麥當勞把香港的餐廳關關掉 不准你再在香港那裏做生意 他都可以這樣 因為你犯了他的制裁令 但是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 會引起他自己國內有什麼反應呢 這件事情可能他們都要衡量過 才會去這樣做 雖然說制裁令 是授權他們可以這樣去懲署 那些不依據制裁令做事的人 但是說回來說 你說任何的商業來往 任何的交往都不行的話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已經覺得很難說要別人絕對這樣執行 因為其實現在美國的商業機構已經遍佈全球 就算在香港 這十一個人沒有在香港跟美國公司有來往 或者他由浮遊到倫敦的時候 進去那間麥當勞去吃東西 那又怎樣呢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說出來 在美國方面來說 這些政客他們決定做了這些事情 有時候就是為了他們在自己的支持者那裏 告訴他們 你看看我多強硬 我可以這樣對付他們 他們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我們美國人多英雄 多厲害 馬斯伊你又怎樣看呢 你覺得會不會在某程度上 都是跟接下來所謂美國的大選 為了造勢 或者因為特朗普要打造這次的強硬的角色 對抗中國的形象有關呢 我想如果真的 當然他不會說出口 也沒有人會真的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 當然如果這樣的推論也不出為奇 尤其是我們看到 特朗普本身又在疫情之前 本身民望基本上很有望去連任的 到現在去到現在的疫情發生 到民望大幅落後 他看他這幾個月一直的口風 就將責任全部推卸去中國 那應該很明顯就想用中國作為一個議題 希望就來玩狂難可以拿到連任 再說你說他美國美資的公司 在香港是不是真的要完全不同 跟這11個公元打交道呢 那我想也要再看一下 究竟他們公司的法律上怎樣關解 當然這個就很考慮他們 每一間美國公司的法律部門的功夫 因為譬如說 一個美資公司 譬如說一間很出名 在西雅圖做總部的咖啡店 那他在香港 他不是他自己親自做的 他是用Franchise的形式 判了給香港一間飲食雜診去做的 那究竟這一個法律的框架 這一個協議上 他美國當不當中 是一個美國公司 跟這11名官員做生意呢 那這個有得斟酌的 那我想這方面呢 尤其是美國很多時候說 所謂制裁 你看到他對其他國家的制裁 說制裁 但是最終那些國家 現在很多人仍在生存著的 那就是表明他這些制裁 就是可能會將一些 平時覺得是很理所當然的 交易或者行動就封殺了 但是呢 依然是其實還有一些 我相信是還有一些的 的回船空間 是讓他們繼續做生意 或者做一些往來的 就是說你比如說 美國公司 你說不給 你說如果譬如說 好像祝士說 他賣過美國的快餐 給林鄭月娥的律師 然後就被罰 那我想其實是影響美國自己的公司 我相信美國政府很不常發生 那我相信港人 這個星期如果你說留意新聞的話 其中一宗最大版面對討論的 就是蘋果日報的創辦人 黎智英以歐建外國勢力的罪名被捕 與此同時被日本人 被冠為民主女神稱號的周庭 亦同樣以煽惑分裂的罪名 亦同一時間被捕 兩位對於剛才上述說過 兩位比較高層的人士 以國安法的名義被捕 兩位怎樣看呢 這次請馬思義說 我想現在暫時我們外界 就不知道政府有什麼證據 就去做了 當然我們暫時到現在為止 我相信香港還在跟普通法 或者是一本基本上的司法的過程去處理 基本上可能手上有些證據 或者一些情報 我們外界不得而知 我們當然因為 尤其是他現在用這兩個條例 是建基於國安法 而這個國安法是七月一日後才實施的 他亦都說明是沒有追溯的 他要說在剛剛這兩個月內 這兩位人士或者還有其他人 他們做了什麼 是觸動這兩條例呢 我想在外人暫時看不到 但是當然 之前我們很多時候經過這麼多 這幾年的社會活動 他們的言論 也有很多人會指控他們 勾結外國勢力或者煽動分裂 我們外人就看不到 不是說沒有實質的證據 不是說看不到 證據這些東西我們外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究竟現在是不是真的有足夠的證據呢 我想要等到再之後在司法程序 或者警方再公佈多些資料 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觸犯了這兩個條例 關梁周 剛才說得對 其實最重要的是 就是說這個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的時候 已經說明是既往不救 以前他們做過任何事情都抹黑了 重新來過了 如果洗牌重新來過的話 就是說現在在警方的手上 就有在過往這兩個月裡 他們已經搜集到有足夠的證據 說他們犯了這個國安法 而作出拘捕 而亦都去搜證等等 去做這些功夫 我現在看法是說 如果他們兩個是這麼高身份的人 他們這樣抓法 這麼張揚地抓法的話 如果他們真的不是有些證據在手上 我覺得他們自己也很難下台 所以說得對 我們就要看看 這次他們上法庭的時候 就要看看他們提出什麼證據 證明說這兩個人是犯了這個國安法 這樣來看 因為始終說來說去 在香港現在暫時來說 都還是要講證據 證據方面來說 那是要講意圖的 他們要有辦法 用這些證據來證明 這兩個人都是蓄意地有這樣的意圖 好像黎智英那樣 蓄意去勾結外國的勢力 好像周庭那樣說 他們蓄意去線索分離 分裂這個罪名 如果他們不是有真憑實據的話 我想他們在警方方面來說 很難下台 還有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更加難以立足 這個國安法 將來的阻力會更加大 香港想說平靜的可能性還會減低 如果他們這次是無厘頭的 這樣去抓人的話 我想會有很大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這個議題 各位 歡迎回來時事平台 今晚節目當中 我們依然有關梁周先生 還有馬思義先生 跟我們談談有關於中美之間的制裁 以及當中的一些舉動 是怎樣影響到香港的 關梁周 上一節你提到 國安法原本的設定應該是既往不救的 所以今次高調地去拘捕黎智英和周庭的話 某程度上都應該在過去這兩個月來 搜集到一些足夠的證據 但在坊間看很多不同的媒體的報道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標題 就是說今次高調地拘捕這個傳媒大亨黎智英 是侵犯到所謂的新聞自由 但以你的角度你會怎樣去分析呢 我的看法就是 不論是在香港或者在哪裏世界的其他地方 當警察要去做事去辦事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在案發現場 通常來說都會拉起網帶 即是說那裏是禁區 那些人不可以進來 禁區的目的是甚麼呢 我自己有看一看 禁區的目的是 讓警方查案的那些人員 就不用受到阻礙 可以保護到現場的證物 不會受到移動或者污染了 既然今次他去搜證的時候 他畫了禁區 我就覺得都很奇怪 為甚麼他給某一些新聞從業員 可以進去 讓記者可以進去禁區裏面 但又不給另外一些呢 那嚴格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 如果既然是禁區的話 你不是辦案那些警務人員的話 就不應該進去禁區裏面 所以這件事 我就不是覺得它阻礙新聞採訪的自由 而我是覺得他為甚麼要破例 是讓一些新聞記者進去禁區裏面做採訪 這件事我就覺得是比較有些奇怪 而且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算在其他國家也好 新聞採訪的自由其實不是絕對的 我看也不是絕對的 不是說 譬如說警察進去 譬如今次的特別的情況 他進去 他看某些文件 是不是記者要拿鏡頭上去拍照 看看那件文件是甚麼 來決定警察究竟對還是不對呢 看那份文件 這些決定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由記者去負責呢 我始終覺得如果你是禁區 警察應該不讓記者進去才對 要不然你不要叫他禁區 我就是這樣的看法 馬思賢你的看法 我想其實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相信警方都知道這個行動是比較敏感的 因為我很多時候是搜查傳媒機構 無論是不要理會這是甚麼傳媒機構 其實任何地方國家都很容易變成比較敏感的新聞 或者是一個比較觸動神經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警方也是有他的部署 要知道要怎樣做 盡量去減少這些爭議 當然了 其中一樣 剛才祖席說 就是為什麼他會讓部份的傳媒 又不讓部份的傳媒進去呢 我想這件事我都想不通為何他會有這樣的決定 如果他一做 要不就全部傳媒給他 要不就全部不給他 大家一事同仁 可能這樣做 人家外界都會直接看你 對所有的傳媒都是一事同仁和公正做法的 反而這樣可能爭議會少了一些 另外他進去報館做一個搜查 一到二到我相信他絕對是一個合法的搜查令 否則我相信那時候應該代表一傳媒的律師 很快就已經有一個禁制令 不讓他盡量搜查或者逮捕這個過程 可能整體來說 我相信也未至於碰到他在侵犯新聞自由 可能會有些地方做出來 就被人覺得是有些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他要這樣好像變成有些口切鋪屁呢 對傳媒來討論關於黎智英這件案件 所延伸的我們知道自12歲開始已經移民到美國的朱木文 以及在網上論壇上活躍於稱之為國際線的攬炒巴 亦都是相繼被港府所通緝的 這兩個人本身被通緝的事件 關我們加拿大人什麼事 問題就是如果我們身處在以香港來講的外國 即我們的加拿大 當我們在網上發表一些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等等 不同的言論的時候 其實在現在這個時勢 是不是都應該要審視一下 會不會我們在行使我們的言論自由的同時 會觸及到香港的國安法呢 關梁周你的看法 言論自由我自己看到就是你有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 至於說現在在國安法裏頭的所謂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是線劃分離這些 其實這些是可以客觀地看到究竟是有做 為什麼沒有做這些事情 就不是純粹是表達個人意見 那你叫做勾結外國勢力 這樣線劃分離 其實是怎樣證明他做這兩件事呢 我自己看到就是 第一 這個人一定是他行經重重覆覆地去 去試圖去鼓勵 或者促進 或者說服 或者影響 或者感染其他的人 他做出一些傷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你比較起跟美國的國安法一樣來比較 現在在美國國安法裏頭就很明顯了 只要你是美國政府覺得 你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機構 有可能傷害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話 美國政府就可以對你封殺了 那你兩者比較之下大家又目共睹了 例如我們加拿大 現在美國政府又說整10%這個關稅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其實根本上就是針對我們加拿大 他好像現在美國封殺TikTok一樣 同樣道理 只不過他是對你有懷疑 懷疑你可能會作出這樣的行動 他就已經可以將你封殺了 在中國 現在香港的國安法來講的話 他始終他現在都沒有說 我懷疑你你就已經定了罪了 將來就不知道 將來可能會像學了美國一樣都不承認 這件事不敢說 但暫時來說 他似乎好像現在黎智英和周庭 他們要提出證據要上法庭 經過法庭審判 然後才知道這兩個人有罪還是沒有罪 馬斯爾你要怎麼看 我想如果用字面看 因為香港國安法都說明 他是涵蓋所有人在海外 如果他們觸犯香港國安法 回到香港也會用國安法去抓你 即將你對你控告 如果只用字面說 就算在海外只要說一些言論 是觸犯到國安法這幾個界線的話 當然這就要考慮了 這些人如果真的想說這件事 是要觸動到這幾個 國安法裏面那四個主要的範疇原則的話 這個當然就會有影響 但我會說國安法 你說說民主和關於自由的東西 是不是叫做觸動到香港國安法呢 我想這個有一點牽強的說法 因為始終他只是說過四件事 沒有說過我要說要自由 就代表顛覆國家政權 我說一個人說要自由 要民主不代表勾結外國勢力 當然剛才周曉都會說了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你真的要勾結外國勢力 是要有證據見到你是跟外國有聯繫外國 你是勾結做一些傷害香港或者中國 一些穩定或者利益的事 才叫做觸犯國安法的 當然你說只說言論民主這些言論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說叫做觸犯國安法 當然現在很多人都會質疑 就是國安法的界線 就是講得很清楚 會不會說可能踩了一些禁區 不知道呢 可能以前認為不是禁區 現在變了是不是禁區呢 我想都要看回繼續下來的發展 尤其是現在他已經將會可能 會控告黎智英或者周庭 利用國安法的條例 有些什麼證據出來 那這些一路就要看他這些拿出來的證據 到時法官的判決才可以更加看到一個清晰 究竟他真是界線 或者英文叫quiteria 叫做真是國安法的紅線或者底線 節目時間不是剩下很多 不過關梁周華也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最近美國剛剛宣佈說自9月25日之後 香港製造到美國的產品 就不可以再標記為香港製造了 要標記為來自中國 你覺得這件事對香港的社會或者經商環境等等 會構成幾大影響 我想在銀碼方面來說 就不是很大影響 但是在香港的廠家的心理來說 就是有影響 因為始終在國際社會上 講到產品的經驗的商譽來說 港產的產品的商譽是比中國製造的商譽為高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對香港的廠家來說 就覺得是受到打擊的 但是你至於說在將來來說是怎樣的呢 其實看他怎樣應對 譬如說中國政府不如改了以後 不僅是中國製造 是加一個城市的名字 或者加一個省的名字 說是哪製造的 這樣也可以的 例如說香港、中國 這樣也可以的 因為有些地方他們是有這樣做的 如果中國坐上去 你可以說這是在天津製造的 這是在上海製造的 這是在北京製造的 即是你加上去都是中國 始終是說Made in China 不過就加一個城市的名字上去 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會不會這樣做呢 就不知道會不會 不過對策來說也有 行不行得通就不知道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觀眾想留言給我們 也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fairchildtv.com 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星期再會 那邊的下星期再會 資格 我們下星期再會 我們下星期再會 兩gi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